哈囉大家好,我是韋德,來自台南,小時候飲料都喝全糖 我是一名街頭藝人,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街頭表演為我帶來的收入 究竟我是怎麼從一開始的月薪零塊錢,到後來的月薪三十萬呢? 我要分享街頭表演賺錢的方法,經過有系統的訓練,每一個人都學得會 只要學會了就能辭掉工作,開始環遊世界 不過要等疫情過去啦 現在疫情這一波不建議成為街頭藝人 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我要向你推薦一部非常非常好看的影片 在這裡 這部影片的某種程度是因為疫情的關係,所以才生出來的 那介紹關於我,希望你會喜歡 講街頭藝人的收入錢,我想跟大家分享街頭藝人的歷史 街頭藝人是一份悠久的職業 五千多年來,只要有人有街道的地方,就有街頭藝人 像是古埃及金字塔的壁畫上面,就畫有街頭藝人表演的圖畫 古希臘,古印度,古羅馬的街頭藝人,經常在表演完之後,把帽子傳給觀眾 觀眾會在裡面放打賞 打賞不只是錢而已喔,有可能是食物,還有可能是觀眾自己創作的畫作 然後呢,時間到了中古世紀的歐洲,那時候出現了銀游詩人 他們不但在街頭表演,也受到貴族的邀請去表演 銀游這兩個字代表,遊走在世界各地 銀游詩人將自己的處事觀,用比較輕鬆,比較開心,觀眾比較可以接受的方式來呈現 像是一邊演奏竖琴,一邊唱詩歌,或是加入雜耍表演,增加吸引力 另外,中古世紀的商人也很喜歡邀請街頭藝人來表演 因為他可以為店家創造商機,吸引人群聚集 商家常常邀請街頭藝人在人潮多的廣場表演 在沒有演唱會,沒有音樂廳,沒有電影院,沒有歌劇院的時代 街頭表演是社會大眾最愛的娛樂 街頭藝人帶給觀眾嶄新的正向體驗 值得一提的是,Justin Bieber還有Ed Sharon 在成名之前都在街頭賣藝過 接下來跟各位介紹影響街頭收入的因素 第一個,就是時間 通常大的節日,是收入最好的時候 像是過年啦,聖誕節啦 而週末的收入一定又會比平日還要好 通常吃飽飯的時間,觀眾最有心情看表演 像是大約下午的2點到5點,還有晚上的8點過後 觀眾最沒心情看表演的時間 就是吃飯時間,還有上下班的尖峰時刻 我一開始在墨爾本街頭表演的時候,不知道這點 我經常在平日的下午大概4點到6點時間表演 那個時候表演就好痛苦 你會看到街上一堆人群喔 上下班啊,或者是趕著去餐廳吃飯的人群 但是一個人都不會停下來 這段時間打場少,而且停下來的觀眾更少 美國知名的媒體華盛頓郵報 他們曾經做過一個社會實驗 他們邀請了一位世界知名的小提琴家 叫做 Joshua Bell 他們讓他喬裝成街頭藝人 在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地鐵站 廊方廣場站的上下班的尖峰時段表演 Joshua Bell曾獲得奧斯卡電影音樂獎 還獲得葛萊梅獎 他的音樂獨奏會一場要價美金300塊錢 他那天在地鐵站的街頭表演 總共有1097人經過 只有6個人搭賞 在這6個搭賞的人裡面 只有一個認出他來,搭賞了20塊美金 剩下的5個人 總共只搭賞了32.17塊美金 所以他當天的總收入就是52.17塊美金 所以街頭表演會受到時間、地點、氣候、觀眾心情 平日、假日、大節日 現在這個世代甚至還受到疫情的影響 表演的地點和位置會影響街頭的收入 比方說擺在捷運站或地鐵站出入口 通常收入都不會太好 有些人趕車、有些人趕著看電影 像是新義徒步區 市政府捷運站走出來 到星光三越A4這一段 比較不好聚集觀眾 不像星光三越A8、A11 還有中間的H&M廣場 那邊相對容易聚集人潮 另外我自己在澳洲的墨爾本有發現一點 要注意提款機的位置 一開始表演 我距離提款機很遠 所以收入都沒有太好 但後來我嘗試在提款機的正前方表演 哇 那個收入就像暴風雪一樣 哦 好啦沒那麼誇張 而且重點是我會提醒觀眾 不要擔心沒帶現金 因為提款機就在你身後 沒有借口囉 某種程度上這是一個看天吃飯的職業 跟一般上班族不一樣 沒有固定的上班時間 工作時間主要集中在假日 街頭藝人這份職業的狀況很特殊 如果在好天氣好日子人潮多的情況之下 厲害的街頭藝人光一天就可以賺好幾萬了 但在壞天氣壞日子人潮少的情況下 最厲害的街頭藝人也賺不了什麼錢 就連世界知名的小提琴家收入也很慘 所以呢如果討論街頭藝人的收入 用假日的單日收入來討論會比較單純一點 月薪30萬台幣相當於日薪1萬台幣 對一位有實力然後有表演性的街頭藝人而言 日薪1萬台幣不困難 我在墨爾本的時候平均一天表演大概4到6個小時 平均大約一週工作5天 那邊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觀光客 所以平日表演的收入不會太差 但我自己單日最高收入 就是在墨爾本聖誕節連假的時候 第一天在墨爾本表演之前 我就已經定向目標 我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靠著街頭表演 單日收入超過1萬台幣 這樣一來一個月來 如果我每天的收入都是1萬元 我的月收入就是30萬了 所以月薪30萬前要先達到日薪1萬元 所以今天我要告訴大家 我是怎麼從日薪0塊錢 最後到現在我可以到日薪1萬元 當然我講的是在街頭沒有下雨 沒有疫情影響的情況下 有了目標我開始想辦法實踐它 光說不練是假把戲 究竟我是怎麼一步一步的實踐自己的夢想呢 我們繼續看下去 關於在街頭表演 我有12個字可以形容 夢想是美好的 現實是殘酷的 這是疫情前墨爾本的街道 有計程車也有馬車 街道上到處都是人 這是我第一天看到的樂團 他們在街頭表演 他們專門表演50年代和60年代的歌曲 除了唱歌以外 我還看到在路邊 大嘻哈時代唱Rap的歌熊 當然也有常見的自彈自唱的藝人 我還遇過很特別的 拉二胡的 而且它看起來是一位亞洲的長輩 還有在路邊打鼓的 我也遇過在街上 beatbox 還有跳舞的朋友 這是表演電吉他 solo的街頭藝人 前面還擺著自己錄製的專輯 這是一位在H&M廣場前面表演小提琴的街頭藝人 我也遇過不願意讓我錄影的街頭藝人 我也遇過不願意讓我錄影的街頭藝人 我心裡想我一定也可以 結果我站在街頭第一天就讓我接受到了震撼教育 我第一天站在車水馬龍的街上整整一個小時 完全沒有任何一個人停下腳步 還好遇到了天使 關於天使的故事歡迎看我這支影片 雖然第一天的第一組觀眾讓我知道我在街頭表演魔術是有意義的 也讓我對自己更有信心 但是這是真實人生不是拍電影 我並沒有從此一帆風順一飛沖天 我在街頭表演的日子每天都碰到挫折 有一次我表演到一半 啪的一聲 我的表演桌子直接當著觀眾的面垮掉了 當時情急之下我只好跪著表演完整段魔術 我還遇過偷錢的還遇過偷撲克牌的 還遇過種族歧視 路人經過直接對著我用英文罵三字經 認知初?信本閃? 對不起不好笑 嘿嘿嘿嘿 我終於是任命了 我還沒看到你 我在街頭表演了 由你把枝海的這遊戲 我就堅持有關 這一隻 我還沒看到你 就像你一隻